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允许我去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 他老干他住 他不让他这家住 大把房子去哪里不得 你以为没说 但是他也不愿意走啊 他不明白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能给爸爸住 所以录着他的心情 现在心态有一点点变化 不是很那个 现在两人矛盾的焦点在于女儿 不过让人感到不解的是 年少的女儿和父母一起居住 再正常不过 为什么申先生需要女儿搬出去利用住 妻子悉心照顾女儿 本是好事 为什么申先生却是带着强烈的不满 我母亲他对小孩完全够格 男爸爸 如果你跟他生活半年 你看到你眼球都要掉出来 你去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什么东西都轻轻提出 OK 申先生的语气明显带着讥讽的意味 他一再强调两个字生活 那么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据申先生说 拿自己和女儿在妻子心中的地位相比较 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一点从妻子接送自己下班 和女儿放学仪式上 就完全看得出来 他去接我 叫我出单位门口等他 因为我出来的早啊 那你过来接了 我在过去学校 可能他还没有出学校门口 他不是啊 他先去要先去接他 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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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出来到门口以后 那我在这里站啊站啊站啊 站半个多小时 当那个人出来 看到我在门口 不是在等谁 哦呦 这个大人又大 这个车过来灰尘又多 你走开嘛 等下的车来了 不知道去哪里 反正就在那里站 大人就可以站 小孩就就不能站 一次两次三次 我都无出生是吗 那你太多了 那几次呢 是出现是什么情况 在他还没有下班的时候 我已经出去了 就已经去接孩子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对啊 当时呢 他就是他的学校 因为太多人 他就堵车 他本来我是想象的 所以不是故意的 很快的我就可以 接了他以后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在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照顾女儿 而忽略到他 我也没没注意到些什么 你当然不注意了 你这个你还注意到我 只要是跟那个 女儿有关系的 都有一件 正因为你是这样 最关注他 就在忽略我 但是呢 毕竟你是成年人 他老是 他以为我是 我们是大人 什么事都可以 自己解决 什么事都可以 自己完成 他是小孩 我们就能 就要努力去帮助他 这个不是 不是可能 哪怕我会解决 你过来一起 大家都给我点沟通 都有点理解 增加点感知 你全部都 都投到那边去 那你说 怎么我是全部 投入的 那不是呢 礼拜五 那小孩 放学回来 你肯定回来找的 而且买很多肉啊 买很多东西 一到四呢 六点四十 六点半左右到 一回来吃什么 我都随便 煮点面吃 下点面 或者 煮饭 炒一个菜 OK 就这样 但是小孩呢 不得忘 三个菜 这样那样 弄得 弄得一大堆 好像过年一样 有这个情况吗 有 就是这样嘛 就是天天这样嘛 这三个菜是忽略 不是忽略 是平时的时候 我说你要吃 我也可以做给你吃啊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跟我说 我可以去买啊 可以去干嘛 那你不跟我说 我怎么知道 他跟你说啊 他也不跟你说啊 他就说他回来 妈妈 我要吃到 那我喜欢吃什么 这么多年 那你不记得戏里面 还用说的 那我怎么没记得戏里面呢 申先生的语气 带着明显的醋印 他愤愤不平地 指责妻子偏心女儿 这不禁让人感到奇怪 为什么申先生 竟然会一再跟女儿争处 这就不得不说说 这个女儿的特殊身份了 原来 女儿是唐女士 在十二年前收养的 那时候 唐女士刚刚受到 情感的重创 和前夫离婚了 在收养小女儿后 也没有打算再婚 直到女儿六岁那年 他问我有没有爸爸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 你爸爸在国外 他说 哎呀 盼着爸爸回来 为了安抚女儿 唐女士随口 撒了一个小谎 却不曾想 这个当时的权益之计 日后却让他犯难了 因为开始懂事的女儿 越来越频繁地 向他打听起这个 在国外的牺牲父亲 正当唐女士不知所措之时 一位熟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 就是现在的申先生 当时恰好在国外工作了 二十多年的申先生 正打算回国 于是两人便联系上了 你们俩认识以后 你有没有把女儿的事情告诉他 他知道 他也说他很高兴 结拉他的 还挺让我感动过 很少有男士对女儿吃剩的东西 他会吃 但是他拿给他 他就会吃掉他 他也带他玩 也抱他赚拳 还起到他的头上 当时的申先生 接纳了这个小女儿 小女儿也一直将申先生 视作的亲生父亲 不过 这种融洽的三口之家的时光 却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三年后 内心一直想要一个 亲生孩子的申先生 和唐女士 去做了一次试管婴儿 他说最好我们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们也做过 也行动过 但是呢 他对我漠不关心 不是很积极配合我 谁配合都没有用 因为你的精力 全部放在小孩身上 试管婴儿 去什么 前期工作投入下去 要检查身体 要做个纳克 我们到医院去什么 只要一个电话 他就是为了买一个橡皮擦 电话不断地 回来了 他什么了 很多东西 有结果吗 都是这样 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失败的原因 反正很多 我也没注意 他也没注意 是流产了是吗 嗯 他主要想怪那个女孩 因为在这个期间的时候 我妈妈有事情 把她送到我这里来 我带她一起睡觉 她就觉得 我因为她操心了 所以说就 因为她 我没有积极 要自己的孩子 其实不是的 医生说你回来呢 就在床上休息 不要下床 要多少天 什么呢 那她回来 第一天 那她跟她一起睡 她这个 到当时 她这个脚就打上去 那你这个不能动的呢 什么的 第二天第三天 还下床去 又洗东西 又这个 哎呀 你会失落吗 没有自己的孩子 那当然失落 怎么不失落 我是在家里面 最小的一个 这个有 我没有 唐先生 你知道他想要 一个自己的孩子吗 他有时又说想 有时又说不想 我都搞不清楚 他究竟是真想 还是假想 看见你那种的镜头 去为他去做 哪有时间 去处理我们自己的事情 后来我只能说 哎 不要了 不要了 只能是这样 忽略这样说 那怎么办 你说这种不要 是一种无奈的决定 你叫我怎么办 失去拥有自己 亲生孩子的机会 身陷着压抑不住 心中的失落和愤怒 他将这一切 都归咎于女儿身上 自此 心有怨怒的他 开始看女儿 独顺眼了 霸道 没家叫了 对老人 又喊又叫的 那个说话什么啊 他回到来这以后 我看到眼都 眼都张 他老说女儿 算计他 他说他很有心计的 怎么怎么样呢 算计 心计 这样的词语 为何会用来形容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原来当时小女儿 无意之中犯了一个小错 却不曾想 这个过错 竟然会让申先生 倍感受伤 至今都耿耿于怀 那一年 因为他就过年的时候 得了些红包嘛 那天的时候 他有几个表姐 到我们家来玩 那一天的话呢 他就出 我就出去了 他在家里面 他刚开始看到他呢 他拿了个红包出去 他们说 三个孩子去买东西 你怎么会把红包拿出去 他就后来 他就说 爸爸不可以拿红包出去 他就回去换 他那个两个表姐就喊 他把那些红包拆了 以后就放到一个 那个钱包里面了 谁说那个钱包 钱更多 他就拿到他 那我拿钱包出去 拿出去 他就夹着那个夹子窝那里 那三个孩子嘛 那不就走走走 就掉了 他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 谁同意你把钱 把钱拿出来的 他说是爸爸 我问过爸爸了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后来他就一直耿耿于怀 说是女儿赖他 说是无限他 什么推他 推他什么责任 我跟你说 他一直耿耿于怀 他这个人 整个家族 我说的是 你听清楚啊 一个家族 家族你知道什么了 一大圈子是为他赚 你敢拦他 他就是说他有心迹 他说无限他 他说赖他 就是很有心迹 算计他 我没有说过他有心迹啊 我说他怎么乱说话的 我说啊 小小也会把责任推开的 你没说他 你说他很会察言观色的 他说很有心迹的 知道靠不到我的 你做错了 就把这个责任 把这个球的踢给人家 不关我的事 他总是把他看成 一个成年人一样的 从开始到现在 你总是维护他 总说我维护他 你从来没有说过 他一点缺点 从开始到现在 你都说过很多缺点 汤医师 这孩子有缺点吗 哪个小孩没有缺点 孩子的缺点呢 他现在他性格 就是有点内向 他的自信性是不够的 做错事那种才是缺点 这个哪里是缺点 沈先生 你觉得这个孩子有优点吗 要想想啊 现在 需要思考这么长时间 在我眼里面 他很少有优点的 有吗 主动喊我吗 称呼我 打招呼 打招呼 就这个优点 在他眼里面 他百分之九十八点几 全部是有 沈先生和唐女士 对于养女的态度 截然相反 在沈先生眼中 养女意义无事处 而唐女士却认为 女儿是需要 百般的呵护的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儿 日常的生活氛围 并不会有些愉快 今天节目现场 唐女士为了维护女儿 毫不客气的指责丈夫 做得太过分 据唐女士说 如今丈夫对女儿 越来越苛刻 女儿稍有不慎 就会惹来大麻烦 我正好跟她 从我母亲那边回来 我就跟她说 学习上的事 她那小女孩很乖 只要我一开口 说她什么话 她就哭鼻子 是不知道 她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子 她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那她就回到 回到我们的家 回到我们家以后呢 我就去厨房 做饭做菜 然后呢 她就去问她 她说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又干什么了 她见到哭鼻子嘛 她说 不管你是 她就发脾气了 就去伤了她的耳光 在她打过她以后 她一直没给我讲 到第二次的时候 因为那个电脑的问题 她也想去开 那女儿也想去开 她爸爸伸手去开的时候呢 她就把她的手 就可能就这么打开了 你一直 意思就是说你别来 我来 她坐在那里 她站在那里 她伸手就给了她两耳光 我也不知道 她也没哭 也没讲 后来吃东西 看她张不开嘴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你干嘛 张不开嘴 我见她 偷偷地瞄她爸 后来我就觉得有问题 我就拿她仰台去问 后来她就在流泪 我就哭了 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长大了 爸爸不喜欢我 她不知道为什么 会打她 在她日记中她都写 她说 我好怕跟她讲话 我不知道 哪句话不对 我又爱打 所以说 她生活的 现在总是有点好 小心翼翼那种 有什么话 她也不敢 随便跟我们讲 沈先生 那天回来呢 看到她 绷着脸不高兴 一天我就问她 我说 又怎么了 她怎么回答 不关你的事 我马上火了 本来我以前已经 对她有意见 有什么了 我也亲口跟她说过 我说 如果她再次这样 对我不礼貌 对我不客气的话 我真的伤她了 一个巴掌给她了 我说 那什么事才关我 我想请问你 你要钱 你来问我 这个才是事 其他不是事 是吗 拍电脑那次呢 她也是很 藐视你一样 我刚刚想去 按这个电脑 她都把我手 不开 打打打打 好像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 我什么不懂 电脑又送我的 什么都送我的 是吧 我这样碰一下都不得 对不对 那我又火了吗 你知道 如果是一个亲生 那她当然了 就是正因为我们的交情 都融洽到一个点上 明白吗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 原本 申先生就对自己 没有亲生骨肉 一事非常介怀 如今 杨宇竟然还三番两次地 挑战申先生 在家中的主人地位 这不禁加剧了 申先生对这个女儿的敌视 不过 此时场上观察员 认不住指出 申先生并没有真正 不懂女儿 在女儿所有这些 不敬言行的背后 含有更为深层的含义 孩子对您平时可能 有些不礼貌的行为 我个人的感觉是 孩子这些行为 不但不是没有 把你当自己的父亲 恰恰就是因为在他心中 你就是他的父亲 所以一个小女孩 就自然而然地 会想着在自己的父亲 的宽厚的胸膛里 去任性 去撒娇 去猥琐欲为 包括他让您做替罪羊 用那个红包的事情 因为在一个这样的小女孩 这种年龄阶段 他心中想到的就是 有任何事情 我有困难了 我可能面临着一些责罚了 他想到的是 我要让我像山一样的父亲 去为我抵挡 我还是希望您不要误解这个孩子 和您相处中的一些不当的行为 起码他的本意和出发点 以及在他孩子的眼光里面 您仍然是他这个世上最亲的人之一 我在补充他 他所有的那种 在学校回来 这个作业啊 不是家长签字吗 有时候他说 这样子八千 不用不用 全部签他的 我有时候我气了 签妈妈的 我都干脆签他的名字 拿去 我进不了这个圈子 不是他 现在都进不了 他大了要更加 我们也理解我们的南方当事人 有一句话 可能也确实是伤到了南方当事人的这个子孙 他会觉得 要你管呢 那其实作为一个本身不是亲生父亲的男人 他会觉得 我不是没有对你用过感情 可是你今天就用这么博良的话来说我 是挺难接受的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南方当事人 作为一个孩子的亲妈 我的儿子经常对我说这句话 其实从很大一种程度上来讲 到了现在 我们会慢慢慢慢的 这个理解孩子 青春期的孩子 他确实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状态 那在这个时候的孩子 一方面 他希望得到大人的认同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获取大人的认同 很多时候 他会选择一种对抗的方式 来表达 我是一个长大的人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 所以说 对孩子这种言语上的冲撞 思想上的波动 和他们这个时候丰富细腻的内心 作为大人 我们真心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去接纳他们 观察员建议申先生读懂女儿 接纳女儿 但是申先生根本就听不进去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事情上 那就是女儿不是亲生的 而且他认为 如今妻子必须要将女儿的身世告诉女儿 那个小孩的身世 你想瞒她一辈子吗 这个应该说 申先生迫不及待地想把女儿的身世挑明 并认为这样才能让家中混乱的局面得到控制 但他这一提议 遭到了唐女士的强烈反对 他指出 丈夫这样做 其实是另有目的 他跟我说 我很多次了 让我告诉孩子 告诉他 我们是他的爸爸 说明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他说 免得让他那么八道 好这的话 他总是他以为他 那是很 很什么一样 他就是说 他有时发脾气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让他别在那里那么发脾气 我知道 那好像那个 你都不是这个家里面的人 你有什么指的那个 你给我小心翼翼的做人 就好像是像个那种 一样的对他这种感恩 一定要很趋准的那种意思 真正吗 你这个 你还说过 你养他什么 你不求他什么 也不求他报恩 你是有目的的 你养他 我没有目的 你是帮你养老送中了吗 那否则你对他这么好 我只是想他 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快乐的童年 为了他 那个周边的人 全部不快乐 他就所以说 他就老是这么认为 我没办法 你想做的事情 我就支持你 那我就是好人 不支持你 我退出 你就是坏人 是吗 现在搞得我是这样 我家里面的成员 各个都来说 我矛头只向我 你这个又不对了 你态度要好一点 以后对人家好 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好你全部 我全力以赴 全部往这方面去打 好了 那各个都说 我是好 好都不得了 那好了以后 我得了什么结果呢 我还是我自己 我还是一个零 OK 我什么都没有 现在这个孩子问题 已经如此尖锐地存在着 那你们两个人的 婚姻关系怎么办 只能够自欺权 我是吧 我投降 我欺权了 哎呀 你还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吧 因为他 在他和女儿之间选择 我怎么选择 你内心并不希望 是这样是吗 怎么说呢 人非常莫数的无情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我珍惜 跟我有缘相聚的每一个人 沈妮先生强烈要求妻子 告诉女儿她的身世 否则就要和妻子离婚 虽然唐玉是不想离婚 但是为了女儿不受伤害 她还是不愿意 说出这个秘密 此时 朴槿元把妍疫 从心理学的角度 为他们提出了专业的建议 我先回答你们 刚才提的一个问题 其实女儿身世 要不要跟她说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但如果你们选择 跟她说的话 我建议 从儿童的一个 心理健康的角度 来去看的话 我个人建议 是在她成人之后 18岁之后 因为女儿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 就是12岁 是她的青春期的阶段 孩子本身就是叛逆 同时 孩子会非常的敏感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变故 或者重大的消息 来去给予孩子的话 孩子幼小和脆弱的心灵 恐怕不能够承接这么重磅的炸弹 第二个问题 我是想先问一下这位先生 当你40多岁回国之后 开始有了安家的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 就有对要自己的一个孩子是有期待的是吗 那我在国外的时候 我在电话上已经说了 我们还有自己的小孩 他也要 然后您回来之后 那您对这个女人 作为妻子的对象选择 您满意吗 三天 三天回来就登记 我都不懂 我在回忆 为什么他这么早就 我一回来三天 马上叫我注册呢 如果你再继续去谈恋爱 互相了解 那你身边还有一个小孩 到时候他认识了 他又不好 他这个叫爸爸 什么 又不敢叫他 只能叫叔叔 等一下就改口 就可能漏线 我也不说他有目的 有什么 可能是这个原因 那就这么快结婚 对于申先生来说 我既然选择了给你登记 我也可以认 那么我就进入到婚姻的状态 但是我希望我的妻子是 把我当成最重要的那个人 显然在这上面 他失望 这是第一次的失望 第二次的失望是什么 这个是申先生 对于自己婚姻当中 需要有自己的孩子的 这样的一个生育的 一个极大的渴望 失落了之后 而有的那样的一种 内心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一个权力 一个男人 他有权力去要求 有做爸爸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越来越渺茫之后 而在女儿和他的 矛盾的过程当中 又显着那么的没有出路 两个都是孩子 都那么任性 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来去解决 这个调和这个矛盾 如果说他有错的话 那就是当初他在跟您结婚的时候 对于这个 他自己已经来得很晚的 第一次的婚姻 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你们从结婚一开始 你们两个人对婚姻的 想法和愿望 以及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作为女方 您嫁给这位先生 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给你的女儿 找一个父亲 那才是你结婚的第一愿望 而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你当然也可以 跟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 那是放在其次 而作为您先生 他跟你结婚 最首先 首先最强烈的愿望 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诉求 繁衍 这个没有对与错的 这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的 基本愿望 如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他也愿意为你去 再养一个孩子 但是你们两个人 这个愿望 主次在各自这一边 都是颠倒的 所以今天 你们如果说一定要走下去 我只能说 你们两个人 除非能够重新调整 自己对这一段婚姻的 主要的期盼和愿景 男方当事人 对这个家你很失望 其实失望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方面 觉得在丈夫这个位置上 你没有存在感 他其实是一种大爱的情怀 但是过分地去 爱这个孩子 对你可能的爱 显得特别的微小 虽然娶了妻子 但是妻子把爱 全部给了小孩 在你身上 几乎没有花上一分的力气 第二点体现在 你虽然不是说像做 那种恶毒的肌肤一样 去对待孩子 但是你对孩子 却挺冷漠的 对不对 其实说到底 还是你心里在排斥 你的排斥 其实也是一种可求 因为你心里特别强烈的 想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让自己的家庭更完整 没有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你特别的失望 但是基于事实 估计这真的是很难实现的一个愿望 所以你现在对婚姻很失望 如果我让你在你的心里的位置 做一个排序的话 可能你会把这个12岁的孩子 排在你丈夫的前面 因为你觉得他更需要你 因为你很爱你的女儿 但是你的这个排序 往往会害了他 如果说你把将来自己的伴侣 排在第一位 把女儿排在第二位的话 其实不是代表有人分走了你对女儿的爱 代表的是你很聪明的懂得经营家庭 为女儿迎来了另一份爱 靠你一个人的能力去爱女儿是不够的 两个人一起使劲 这份爱才会更加的完整 申先生 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我暂时先自己过去 选择分开是这样的吧 申先生选择暂时分开 这一表态在妻子唐女士看来 那就意味着丈夫去意已决 正当唐女士感到婚姻无力回天之时 调解员决定再努力一把 进入密室调解环节 观察员关文带着唐女士进入密室沟通 厂上观察员罗秋宝则和申先生进行交流 一开始申先生再三强调自己选择离婚无可厚非 我牺牲了多长时间 我说我为了你 我到现在我还是个零 一直我跟你分开了 我还是原来的我 但是你 现在你已经度过了你 那时候你小孩他天天找 爸爸呢爸爸呢 他已经度过了那一段时间 第二他现在的年龄 已经可以承受得了 他也知道了什么叫做离婚 所以我说你已经过了这个坎了 申先生认为妻子已经利用完自己 可自己不仅一无所获 而且还备受压力 国内的这么多同学 看见你会来结婚 有小孩没有小了 那现在不是三四岁什么的 你帮你也来一个十二岁 这什么回事 但是你在结婚的时候 这小孩子就存在啊 那你那你当时为什么不 你为什么做出选择结婚呢 你可以不结婚 他快啊 他快 你可以不快啊 你说明你当时心里是有准备的 以为跟他 还可以再生一个 叫妻子发生 还可以再生一个 对于申先生来说 最大的心病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 这也是他和妻子之间和杨宇之间 发生矛盾的根源 而对于这一问题 密室中唐女士却指出 没有亲生孩子 丈夫也负有很大一部分责战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心想要孩子 是不真心想要孩子 我说现在我年纪这么大了 肯定要花精力花金钱的 嗯 那他不肯出钱啊 前面住的全租 九万块钱 他只出了两万 现在所有的开支是我在开支 然后他还 我都急到什么程度 我就说把女儿去大超市吧 帮他买一酸皮鞋 他就觉得我不去那种什么 那种楼 那种叫什么那种 超市地毯 地毯那种地方去买 我觉得在对待女儿的这个保护问题上面 我知道你有一片真心 但是我不能说你的很多做法就一定是对的 对于一个孩子过多的溺爱 无论是亲生的孩子还是抱养的孩子 都只会对孩子的成长更没有好处 因为接下来孩子自我的责任意识培养不了 他就会觉得你们对我怎么样都是理所应当的 而我就并不觉得需要做什么调整和改变 另一方面的提醒就是 无论接下来你们二位怎么样 都尽量的不要去伤害这无辜的孩子 另外一边是确实他在这个家庭当中也付出过他的真心 也很认真的对待你和孩子 他做出过一定的努力 那么我们心里面就不要有任何的记挂或者怨恨 观察员关文和唐女士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流 希望对于未来他能够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而另一边的场上 罗秋宝建议 深先生慎重考虑情感和现实等各方面的因素 不要轻言离婚 我们讲这个离婚的成本问题 生物上的成本 包括情感上的成本 精神上的成本 经济上的成本 我觉得这个时候 你选择分开的话 可能成本会很大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赡养 因为你这样的话就跟他形成了一个 妻子女关系 因为你对他经济的抚养 比如说你老了以后 他就要对你进行善意 听完观察员罗九宝的分析 深先生开始思索 离婚对于自己的影响 权衡其中的厉害得失 对离婚的态度也变得犹豫不决 沉默不语的他 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 那么最终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样我们密室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们先听一下两位当事人 自己现在的想法好不好 首先今天晚上感谢各位的老师 关心和帮助 我跟我爱人 也考虑了 暂时冷静地分开三个月 冷静地思考一下 唐医生 从这一段婚言呢 我也要反思和总结一下自己 我的可能有些考虑得不周到的地方 或想到不周全的地方 确实没有考虑到南方的一些感受 在今后 就是说南方愿意能接受我们母女 我在这里很高兴也很感激 不接纳也没关系 反正我现在心里面也没有悲伤 其实呢相聚是圆 分离也是圆是吗 我都很释然 我都可以接受 我会把祝福和快乐送给你 我也会把幸福和快乐留给我自己 我想双方表达的意思都是 无论是分还是和 我们都能够坦然地接受这个结果 对 但是我们争取到这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都各自反省 以及做一些改变 能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现 我们等待这三个月的变化 其实还要说到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身世很可怜 但他又很幸运 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 能够得到一份全情投入的爱 另外我也特别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 可能有人自以为认识你们二位 可能会出于自己善意的或其他的一些动机 把女儿的这个身世的事情给猜透 但是请关心这个孩子 他未来的成长道路 不论您是什么样的动机 何时该告诉这个孩子身世 应该由他的爸爸妈妈来决定 出于一份善良和一份责任 也请不要轻易地去跟这个女孩 来去透露任何有关他身世的问题 沈先生我很高兴刚才达老师在说到 对于这个孩子如何让他更健康地成长的时候 你在点头 我相信你是听到心里去了 我也相信跟你以前的想法会有一些改变 我们都以善意对待这个孩子 无论是孩子的你们二位父母 还是我们 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 还是他身边的亲朋好友 他的同学 以善意看待孩子 以善意对待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今天这场调节 年幼的养女是沈先生和唐女士婚姻问题中最主要的焦点 也是这个家庭中矛盾的根源 其实在中国像他们这样的收养家庭还有很多 据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3年全国办理家庭收养儿童登记2.45万件 这也意味着2.45万的孤儿开始和正常孩子一样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和疼爱自己的父母亲 对这些拥有爱心的养父母们 我们也想做出一些提醒 在这种特殊的组合家庭当中 应该更加妥善地处理夫妻关系 更加慎重地对待和养子女之间 无一妙的情感 用更多的爱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暖的家 因为家不仅仅是孩子的生活依靠 更是孩子情感寄托和快乐成长的原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上